TOP 5 重犯戰場英雄 第五 輸 嘿大家好 我是尚恩 那現在呢 假如你超過28天 沒有登錄遊戲的話 都能夠出發一個重犯戰場獎勵喔 英雄三選一 但是呢 這三選一是隨機的喔 從你沒有的英雄中 那以下呢 是我們整理出一些 常見的組合 資料呢 來自巴哈論壇 還有呢 群組中的一些觀眾粉絲的分享 那如果呢 你超過28天沒登錄 你的英雄中呢 出現了我們TOP 5 榜單中的這幾隻 那你就可以優先選他了 那如果呢 你是很久沒玩傳說的朋友們 你即使登錄呢 有出發這個獎勵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你拿到了什麼樣的組合 讓我呢 跟觀眾朋友們一起參考參考 那我們從第五名 蘇開始 為什麼我們沒選蘇呢 我們參考一下官方過去的做法 強勢角呢 不會強勢很久 只要強勢了兩三個版本左右呢 就會削弱 而最近呢 非常倉皇的射手就是卡芬妮 還有拉維爾 大家呢 對他們的下場可想而知了吧 而當中呢 有一隻非常安全的射手喔 那就是蘇 蘇這英雄呢 很難被削弱 雖然呢 我們的狙擊 還有我們的射程是比較弱的喔 跟他的 百里守月版本相比 但蘇本身呢 是具備了好多的優點喔 首先呢 靠著牆壁跑得快 有隱形 陷阱可以看視野 視野就是一個超級棒的技能喔 再來呢 只要我們買出天叢雲 就是百分百的穿透 敵方出什麼坦撞呢 我們隊友輸出 有輸出關鍵訣竅呢 我們就直接說了喔 那就是懂得普攻 絕對不要再被瞄老半天呢 你隊友在打人一死我活的時候 我們往前去普攻一下兩下呢 戰局都會有影響 如果你瞄老半天都射不中的話呢 你的隊友只會對你無限的怨恨 上一期呢 我們做了Top5 最雷隊友的英雄 還有不少人的推薦數呢 原因如我們剛剛所說 只懂瞄準 不懂普攻 那我們雖然一直推從普攻呢 但其實瞄準也是一門藝術喔 只要呢 你掌握了瞄準的準度 其中一個小技巧呢 就是靠著牆壁 隱形在瞄準 敵方就看不到紅線 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往後瞄準喔 這樣子敵方也一樣看不到紅線 裝備的話呢 雷電戟出不出誰你喜歡 我覺得出不出都可以 印象不大 等你玩的數呢 累積了一定的場次 你的二技能比較準一點之後呢 你可以嘗試去瞄敵方的脆皮英雄 比如法師射手 最簡單 再來是刺客 他們團戰中呢 假如被我們射中一槍兩槍 他們就要回家補血 有時候呢 如果我們夠匪的話 甚至一槍 就可以把敵方趕回家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創造多打少的優勢 不管是要推塔 吃凱撒 吃深淵魔龍 對團隊呢 都很有幫助喔 別忘記呢 我們還能夠放三個陷阱 提供大量的視野 陷阱放的位置呢 就是關鍵的路口喔 比如吃凱撒 或者推塔的必經之路 數字英雄我還是挺喜歡的喔 我覺得呢 他也挺萬能 什麼時候都可以掏出來 蘇本身呢 也可以安全地清兵 因此呢 你玩蘇就別死太多次了 畢竟呢 發育就是射手的核心 第四 提米 提米呢 可是這版的隱藏神角喔 如果你看之前的影片呢 你應該知道 當前呢 射手還挺常識的喔 不管是大野還是魔龍路 而提米呢 不但只能夠養射手 把他們養得肥胖胖的 還能夠呢 省寶牌 技能本身呢 就很寶牌了 有範圍暈眩 可以單體暈眩 也可以快速地靠近目標或敵人 還有呢 就實際用得好的話 非常無敵的大招 免費的復活甲 如果你的隊友呢 選的是射手打野 不管是蘭鐸喔 還是索文 甚至呢 是銀咒 我們都可以去保他 養他 只要跟著他們都好了 稍微的加快他們競野速度 畢竟現在呢 輔助已經不會吃到隊友的經驗值 畢竟呢 這是回過玩家的特技 相信很多回過玩家不知道喔 輔助現在已經不會吃到隊友的經驗值 只要你有買輔助裝的話 但記得呢 最後一下子要留給你的隊友 那就對了 除了跟打野之外呢 提米也可以跟後期射手喔 他很容易呢 把後期射手養得相當肥 甚至呢 把魔龍路養成全場最高的經濟 只是要跟隊友溝通好喔 所以版本呢 流行中野斧連動哪有事 如果呢 你決心呢 要養你下路的卡芬妮或者特安娜是拉維爾 那要跟隊友說好 告訴他們呢 核心圍繞著魔龍路來打 玩提米玩好的最大關鍵呢 就是我們呢 要在隊的地方出現 比如啊 你的射手快要死的時候 要幫他復活 或者呢 要幫射手探草 讓他射人 呢 要懂得該什麼時候進什麼時候退 最重要的就是復活時機了 不要讓你的隊友死掉你在開復活 這樣子呢 是對士氣很大的影響喔 但大家也不用太擔心就是了 畢竟呢 提米大招只是按一間而已 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難 第三 皮皮 那我們之前有說過呢 莫托斯很適合針對人 但其實呢 皮皮更加針對人 那如果你的重犯戰場英雄呢 有出現皮皮 而且呢 已經有段時間沒玩了 但只想要體會一下傳說對決的日趣的話 推薦你選皮皮喔 有一個有點邪惡 但其實很好玩的玩法呢 就是跳敵方 你看所有最不順眼 你就選皮皮出來針對他 比如你要針對中路好了 你就把中路的兵線呢 都吃掉 一直吃一直吃呢 這樣子敵方的中路會比較慢上2等 比較慢上4等 他的節奏都會硬死而破壞喔 有可能呢 敵方的中路就這樣爆氣掛機不玩喔 不然呢 就是被他隊友罵 怎麼都不支援 但他隊友應該不知道呢 有一次皮皮在吃他的病喔 讓他根本就沒等級 沒技能 皮皮就能夠有邪惡的玩法之外呢 也可以珍貴玩法 然後是超神寶牌 我們可以保特安娜絲 或者任何的後期射手 就算呢 你的隊友被阿萊 被瑞克綁到呢 都可以把他吃下肚子喔 讓他安全 本身的大口氣呢 就有護盾的加成 皮皮算是被削弱好多次喔 但是他天生技能組就是太強了 所以呢 依然常居信耀以上的範圍 這也是為什麼我說 推薦回過的新手們玩 或者老手 享受一下皮皮帶給你的樂趣呢 直到信耀左右為止喔 然後呢 你就玩不到他了 所以呢 他只在第三 那皮皮除了寶牌超強之外呢 他其實進攻也很強喔 抓人的能力 因為如果命中敵方兩個目標呢 敵方會一起被控住 而且呢 一起分享傷害 尤其是團戰的時候呢 有可能就此就瞬間秒掉敵方 兩隻英雄 而且呢 皮皮的大招也是一個很強的控制喔 團戰之後呢 如果擊飛敵方多個目標 尤其是他們的輸出英雄 有可能呢 就這麼一滾 就贏得遊戲 可是呢 皮皮畢竟是輔助喔 如果你要玩皮皮的話呢 你要判斷一下 你的射手強不強 如果你射手強的話呢 你可以保他為主 不然的話呢 就血兒到底 皮到底吧 第二 瑟菲斯 瑟菲斯呢 是我的第一隻打野英雄 也是一個很全能的存在 他可以當刺客秒人 可以當坦克 衝敵方後排 也可以當一個戰士 進出拉打 如果你這次回過呢 想要練打野凱瑞隊友的話 那瑟菲斯呢 是一隻不會錯的選擇 除了瑟菲斯以外呢 常出現的另一隻戰士叫呂布 呂布呢 我也很推薦大家選擇 只不過呢 想到老玩家們 應該有當初呢 儲值30塊 就送呂布 應該大家都已經有了吧 呂布這版本呢 也是很強勢喔 對上一線角呢 走凱撒路也不錯 打野也可以 那我們回到瑟菲斯 裝備的話呢 可以當我們這樣出 全能武器的位置呢 也可以改成冰袍 推薦大家出打野服喔 出服的時候 瑟菲斯呢 會陰很多 也能打架很多喔 如果出收文件的話呢 前面會稍微脆皮一點 奧義的話呢 帶猛攻四殺龍爪 傳統的擺穿 當然呢 你也可以偷殺一顆暴怒 說不定呢 你會運氣不錯 那瑟菲斯呢 最大缺點是大招 比較難挑中人 那我們教大家兩招來克服這個缺點喔 他的優點的話呢 則多到說不完 傷害很高 有位移 打野來說呢 算是非常非常硬的喔 如果敵方魔攻很多的話呢 就出個仙靈吧 在我們狂暴手套的位置 那增加瑟菲斯大招命中率呢 兩個方法呢 第一個是 先被急著開大 先使用一技能普攻跟二技 等敵方左衛完 或者交過他的位移之後呢 我們再踩大 這樣只會比較好命中喔 而第二招呢 就是盡管齊變喔 等你的隊友呢 交過控制 我們再來補大招 比如敵方被擊飛雲雖然是最好的 被緩速呢 也可以 射菲斯玩得好最大關鍵呢 就是一個二字 問 TOP ONE 迪拉克 回過的老觀眾們呢 尤其是超過半年一連沒玩的 應該有點傻眼喔 這一隻噴龜派氣功 還會遠氣彈的超級賽亞人 到底是誰 他的名字叫迪拉克 他也算新世代中呢 設計比較成功 而且相當強勢的一隻法師 迪拉克最擅長的地方呢 是在於團戰 不管是進攻或防守 都很強 那迪拉克的缺點呢 就是支援 畢竟他沒位移 而且呢 跑得比較慢一點喔 他是用飄的 所以啊 如果我們單獨去支援的話 可能會有點麻煩 最佳解答方式呢 就是中野福聯動 跟你的輔助打野一起走 那樣的話準沒錯 只要呢打團的話 就是迪拉克強項的地方 不管是兩三個人的小團戰 還是五一五的大團 迪拉克的一技能呢 是控制也是清兵 跟主要輸出手段 二技能呢是控制 找到牆壁呢 或碰到牆壁的話 會觸發印記 印記會讓我們刷新一技能 有時候你看到迪拉克呢 戳住好多好多的一技能 就是這麼一回事 當然呢二技能 也可以把敵方往回推 推到我們隊友呢 讓隊友擊殺 而大招呢就是 可以格擋一切的遠程攻擊 包括防禦塔 由於可以擋防禦塔的關係呢 所以推塔很強喔 開大裝呢 我們普攻也會變成 許多小元氣彈 而且呢大招第二段 是一個超長的龜派氣功 有點像拉克斯的大招 還附帶斬殺效果 那如果呢 你是很久沒玩的 回過玩家們 真心呢可以試試 迪拉克這個英雄 說不定呢 因此會愛上中路 成為一個鑽進中路的玩家 唯獨不要忘記呢 迪拉克本身沒有位移喔 如果被針對的話呢 稍微有點小麻煩 跟隊友一起走的話呢 體驗一下團隊精神 那才是迪拉克的解答 那以上呢是我們推薦的 Top5 回過玩家的推薦英雄 當然呢我們只是推薦 如果呢 你有你更心儀的英雄 那就隨興吧 最後呢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尚恩 喜歡影片記得點個喜歡 也歡迎分享給你朋友們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我們下部影片見到